同学,你好! 今天的中研课跟着老师一起认识电子地图 百度百科是这么定义电子地图的 即数字地图是利用计算机技术 以数字方式存储和查阅的地图 目前使用率最高的地图有 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谷歌地图、搜狗地图等等 电子地图被生动的比喻为万事通 因为它有着十分强大的功能 目前市面上不管哪一款电子地图 它都有五大核心功能 分别解决在哪、去哪、找哪 怎么去、想干什么五大核心问题 今天我们就以高德地图为例 了解电子地图的第一大功能 定位使用者所在位置 打开电脑版高德地图 想要快速获得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 你甚至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 只需滑动鼠标 调节地图比例 这个蓝色圆圈就表示操作者目前所处的位置 这就是电子地图的第一大功能 定位使用者所在位置 这种操作方式你学会了吗? 电子地图解决的第二大问题 去哪和找哪 它们在操作上十分相似 打开电脑版高德地图 假设我要去月光码头步行街 找到左上角的搜索栏 输入月光码头 电脑会自动提供一些月光码头附近的备选地点 为了方便起见 你可以直接点击备选地点 然后你会发现地图已切换到月光码头区域 红色圆圈标记的地方就是目的地 现在用电子地图搜索某地位置这一功能 你一定学会了吧 接着学习电子地图第四大功能 生成多种路线供选择 打开电脑版高德地图 仔细看左上角搜索栏 右边有一个蓝色的小箭头 它就是路线规划按钮 点击它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假设我是想从汉林小学到月光码头步行街 第一步操作 在起点栏输入汉林小学 在终点框输入月光码头步行街 等到书完地图就会自动生成多条从汉林小学去往月光码头的开车路线 瞧就是这条绿色的线路 根据你的需求 在这几条方案里 你可以选择避免收费 躲避拥堵等等方案 当然如果你想坐公交去月光码头 你只需点击上面的公交按钮 系统又会重新规划公交路线 如果你想步行去月光码头 你只需点击人行按钮 系统又会自动规划好步行的路线 现在生成多种路线解决了怎么去的问题 它是电子地图最常用的功能 你学会了吗 除了以上功能 电子地图其实还有一项常常被忽略的功能 海量生活信息查询 打开高德地图 假设我在月光码头 准备品尝品尝附近的美食 那该怎么搜索呢 跟着我试试吧 搜索栏输入月光码头步行街 鼠标单击红色圆圈 当它变蓝的时候 左边出现对话框 我们选择点击收周边 紧接着在输入栏输入美食 按确定 你会发现月光码头方圆三公里之内的餐厅 都被一一罗列了出来 你可以尽情地挑选自己喜爱的各式各样的美食 假设你想找的是月光码头附近的酒店 同样的操作方式 点击搜周边 输入酒店 点搜索键 那么月光码头方圆三公里之内的酒店都找出来了 你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合适的酒店即可 这个方法十分方便吧 同样的道理 搜公交 搜银行 搜超市 搜医院 搜加油站 都是一样的操作 举一反三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电子地图 海量生活信息 共查询的功能 当然 电子地图还有更多细节化的功能 你注意到了吗 卫星 空气 路况 地铁这些按钮 今天的课后作业 老师就希望你能一一的去摸索和使用这些按钮 领略它们不同的功能 好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 结束了